那我们叫他鸟灰啊 鸟灰 对啊 我今天叫鸟灰 叫做鸟三灰 欢迎来到小刚news 哇 上一次小刚news讲话讲得很快啊 这一次我们慢慢讲 这一次我们要以一个政治人物的口吻and flow 走一个flow 走一个flow 来 好好的介绍一下 本周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的 接下来5月6号 礼拜五 体 什么什么 合 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看到日文不会念 一律念成baga lo 今天看到了海狗 他有一个算是狗狗肉的业配 没有 要抽狗狗肉了 会不会是因为确诊了 所以看不到颜色呢 什么 好的 体雄专科的奖唱演出在热悠悠之口光复南 他们就刻意的跳过了说唱这个会被骂的一个词啊 好的 那个体雄专科最近的表演很多 也祝福他们 然后再来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听好了 这个就由我来讲 2022年5月6号 其实还有5月7号和5月13号 怎么这么多天 已经我们是一个叫做EP的巡回啊 与其他摇滚大乐队新的垃圾EP巡回厂 5月6号在台中 5月7号在台南 5月13号在高雄 好多喔 那那个台中厂是不是在Legacy台中 我们在Legacy台中 就是在Legacy台中的楼下 台南是在PCRC 高雄是在百乐门 我们找的团可不小啊 这次台中厂有跟谁吗 台中厂我们是跟黑色收音机派对 台南厂是老猫侦探社 老猫侦探社 一半的人组成的一个叫做是狼兄狗弟的一个团 然后我们高雄是跟福射鱼室 说到福射鱼室 5月7号礼拜六在PIP有传奇乐团 福射鱼室和最强三姓康妮尼的全台巡回 最终回在PIP 对这个是一个算是脱口秀的表演啊 因为这个康妮尼是一个脱口秀的天才啊 你毕竟他踩的位置算是一个脱口秀 十分重要的位置叫做受害者位置 因为你踩在受害者位置在讲脱口秀的时候 你就毫无顾忌的可以一直不停的讲 对啊而且他还可以讲当兵 然后还可以讲什么什么都可以说 没错 我听过他很多 从当兵讲到月经 对 简直就是完美的一个人设 没有吧 这女性荷蒙会有月经吗 应该不错 不会喔 不会喔 他会落赛 我真笨 请大家支持那个我们的妮妮还有辐射于世喔 接下来 20225月6号礼拜五 Acean Freaks Vol.2有五幕Acean Boys金耀王 Lizzy 栗子 潮州土狗和Elan 最重要的是还有 施文斌 再会啦 心爱的无言内人 施文斌 你看这个Acian Freaks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之前有一个广告是张子怡演的这个Acian Beauty 施文斌 施文斌他会饶舌喔 施文斌 我可以确信他会打电动 接下来 20225月7号礼拜六 富商效应系列活动 Obsess 还有Future After a Second 在入送战演空间 Obsess和这个FaaS 这两个都是这个十分重的团 大家都念FaaS 因为这个Future After a Second的话 他会念起来就太长了 那他们有中文吗 中文叫 顺转未来 5月12号礼拜四 晋级的水管 有尹君子 5月5 5夜5夜5夜 5夜5夜在Pipe 5夜5夜 又是上次我们讲的没有乒乓的5夜5夜啊 这他们有关系吗 当然是没有关系啦 下一个 5月13号礼拜五 吴乔游水出掌程小熏辉台北场友 吴乔游水 Ice Ball 冰球乐团在后台Backstage Cafe 那个我有去过在台大 没错 在台大体育场的旁边 好再来是 5月13号朗朗上口的动感音乐 在Pipe 是由华为一起办的放歌派对 然后有谁呢 目前未知 而且我被下了封口令 就是真的不能说 请大家之后再关注 没错 因为那个 是不能给人家知道的 下面一位 5月14号礼拜六 灰本之路第一站 有Manningship Selfcare 还有Massman 在热游之口 光复南安 这是那个Massman的这个系列活动啊 毕竟他们应该是之前票卖得不好 所以他又找了一些老头子 那种老头出来很吓人的那种乐团 来帮助他们把之前的票钱给捞回来 你知道什么叫Subkidu吗 不知道 自杀 这个东西啊 别人一出来 这个团只要一出来 那些之前在听后遥啊 听什么东西的人 就疯掉了 那如果 那个大家有想自杀的话 可以打张老师专线或者是林同学专线 好啦 你可以私讯林同学 好 5月15号礼拜天 星草 日日Rise&Shine 春季一批发片场 这条百合花在小地方站的空间 哇 这个星草和百合花 你知道这个宝可梦里面有一个叫做走路草的东西啊 我知道啊 它长大以后会变成两种东西 一个是霸王花 一个是美丽花 请问百合花到底是哪一种花呢 我是谁 没错 它就是星草加百合花 千山鸟飞绝 万进人中灭的百合花 在小地方展演空间 嗯 好想去看哦 再来是5月15号礼拜天 小河赖夫 凹宇珊 在河岸留言音乐文艺咖啡 因为它是小河岸的live show 叫做小河赖夫 而凹宇珊这两个字 听在一起刚好是一个口字 那大家不要想太多 好好去那个欣赏一下凹宇珊的表演 再来到了新歌的环节 第一首新歌是由 Joanna万王若霖 跟Joanna巴巴合作的 Material Girl 就是马丹娜的歌 对不对 没错 她们是一个分唱 由我们的好朋友 林毛大姐做出来的MVR 有些男人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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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们好 如果他们不给我 正好资计 我只会走 走 接下来第二首新歌 张武的首部曲 然后他这次听起来很活泼 活泼起来了呢 张武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个 写点不一样 名字里面有个五字的 都特别有才华 像是五百啊 还有谁 还有五五声啊 还有告五人啊 还有这个叫做是 五月天五月天 接下来第三首新歌 也不算是新歌哦 是无望合作社的 在微诚时与你失散 然后我刚翻了以下留言 大家说我很喜欢这次的 重新编曲 没错 现在郭立伟 以一个蜡皮小区里面的 园长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 营幕面前啊 好的 下一首新歌 他这支声音好低哦 没错 他现在是以一种随性的方式 在讲话 他平常的声音就是滴滴的 这个赖品诚先生 自从上了大嘻哈时代之后 名次也没有说很高 所以他声音变低了 我上次那个坐计程车 然后开车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然后他都一直在听饶蛇什么的 我就说你喜欢听饶蛇哦 那你是不是有看大嘻哈时代 他就讲了一些人 我喜欢谁谁谁 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拼劝怎么样 他就说我比较不喜欢那种比较花俏的 他说他喜欢歌词 嗯 比较言之有物的 对对对 然后结果他听的是 潤少 欸对他要讲他要讲到潤少 潤少可是 台南漫游之王啊 所以接下来 陳生妮的她说 she sad 这次MV里面老师扮成美伦明洪 老师的扮相很漂亮哦 然后我刚还有看到 他们MV里面有另外一个主角 叫领鶴璇 我其实很早之前有在关注他 他是从那个大学生惹眉出来的 之前他表演小燕姐超好笑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特别的事情 就是那个导灰确诊了 来我们导灰和他的补手啊 这个一起的确诊啊 表示我们大军真的是抵抗力很好啊 大军和强妮两人恭喜恭喜 恭喜没有被拖下水啊 我觉得还说不一定 反正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慢慢确诊了 在以后都会变成像水痘之类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得一次 请不要担心 那如果身体有状况的话 自己在斟酌要做什么事情 导灰的乐团固定课他们 5月14号礼拜六 在Pipe有专场的演出 但是我相信到时候导灰应该已经康复了啦 我觉得他们两个肯定是绝对死不了的 连欠在三千多万都死不了的男人 是不会死在这个确诊之下的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导灰的灰是一个木字旁那一个君喔 不是光一个君 他可能要改姓 那要怎么办 他应该改成姓李 叫李君辉 就是感觉起来就是 逃离满天下 君君巴灰啊 好啦 我叫他鸟灰啊 你要鸟灰 对啊 我今天叫鸟灰 叫做鸟山灰 我今天叫鸟灰齁 大家最近不知道看了 MOTHER多重宇宙的麻 你看了吗 我还没有看 你要等小鸭影影喔 我要等猪猪字幕组 因为 听说那个 他的翻译最近沿上了 然后看到最后字幕跑完的时候 翻译者是Andy 而且那个N A还打小老鼠 我整个气炸 我说就是Andy 在那边乱翻 你知道这个出现Andy 我们又是文字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吗 你一直说那个 不是不是 也是那个 棒棒糖的Andy哥 其实这个事情啊 还是看人 有些人很喜欢新普生家庭 台湾版 也有些人喜欢原版 南方世界客也是有人喜欢原版 有人喜欢台湾翻译的 毕竟里面有一些这个东西 它就是使用了我们台湾本土的元素 叫做民进党 还有绍康啊 这部电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大萤幕看的喔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 绍康News 拜拜大家不要确诊喽 各位朋友 假如你们喜欢我们本周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分享给你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妹妹喔 而且不要忘记了 那个我们萤幕上面 右下角有个小铃铛 不要忘记开启它 这样你就可以 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See you